欢迎各位来到《张富源跑马4.0》的频道 张先生我们刚刚在星期日就完结了两场大赛 打比那场有点出乎以外之外 那场女华银戏纪纪纪连杯都是预期的 都是那三个 金钻贵人就叫呼了 短途是你三冠 是的 今年很特别的一年 两行三冠就是真正的张钻贵三冠 金钻也是叫呼 现在这个金钻贵人又叫呼 难道今年是黄金吗 另外今年很特别的 因为曾经一年两场的马取消 很少这样的 真的有可能今年产生如翠河之后 一匹或者十年两匹的三冠马王都有可能的 对此算了 略为早一点点 但是说回金钻贵人 虽然我说我也是摆自选 但是我自己就买一拖二冠 只得做字 赢了一点点 很开心 因为为什么当然都说马银战我又认识呢 主要是另外关士棱 却但是我们又没关系 那甚至公共已在같 看这个马银战 那两台马银战 因为=" 即ats city Represent Use Does Use To You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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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赢最いい 没关系 如果开始说 他其实本来就说 其实 他akan他们这种 迫近金槍60 即是說他很有實力 那會不會他是用實力來贏 也會分最高而贏金鑽呢 結論就是再說一次 他1400米是可以的 但不是最好路程 我覺得這個加州星球1600至1800米軍速前領 1400米強硬要他用中短途速度放 他不是最對的 那1600米他贏了香港的日利 那就是香港的日利王 但是我覺得這個馬 這種軍速跑法 在沙田馬場的設計方面 1800米是無敵的 這樣沒有一個馬可以贏的 金槍也未必能贏得到的 我認為加州星球如果跑到1800米 是贏金槍60的 但1600米就會慢跌了 那當然加州也不夠長力 這樣也沒有說 所以根本 昨天的賽果是很合理的 潘頓控制步速這麼好 但是今次全程在旁邊一推騎 充分利用了1400米的斷速軍速勝出 很好看 出完兩隻馬 後面都會很難 但是一場很好看的賽事 都是開心的 小馬也是開心的 也證明了一件事就是 我們當時曾經最初說 你媽媽是金槍貴人 不是1200米馬 被人罵 他贏了這麼多1200米 你說他不是1200米馬 那我經常做事都搏回別人 我最喜歡搏回別人 就說 629贏了1030 難道629是短途馬嗎 是吧 金銀城1000米爆大冷 難道他是短途馬嗎 這樣搏吧 很開心的 這場是金槍貴贏了之後加兩分 他估計他4月9日就有主席錦標 千而迷的二級賽 但是我想他不會跑的 你認為呢 多數都不跑的 不跑啦 留力跑最後那關啦 是啊 沒錯 因為如果你間接這場之後 你不夠fresh 你去到4月尾的一級賽 你又不夠快 那如果你從現在開始不跑 過半月左右不跑 五、六個星期不跑 還有一點新鮮感 跑千而迷都可以的 所以多數都不跑了 那就講完這場了 另外就是 加州星球又會不會跑這個 第3關 那場4月9日呢 到時候就算了 很多人就說 潘頓選錯馬 我覺得又不一定錯 跑完你才知道 但是以一個騎士來說 兩隻都這麼好 他只有一個屁股 騎不到兩隻 那加州呢 就是 始終幫他贏過 他贏過 香港的一里冠軍 是吧 肯定是肯定的 還有大馬豬 大馬房 是吧 當然 大馬豬 比高一點 所以很合理的 他沒有選錯的 就算明明不一定是對 但是也要這樣選的 那我就合理了 那說起潘頓 昨天你不在場了 那我們就見到 哇 馬會隆重其事啊 何則要贏第五百場的時候 又做很多儀式啊 又有家長啊 又有訪問啊 那樣的 不厲害 很明顯啊 我們在圍內的訊息告訴潘頓 我們一樣有人才排隊上來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說 好像那幫人說 我走了 不騎了 我們一樣有 有香港的 管理騎士 最好的華人騎士在那裡 就是差不多是 叫做表態啦 那都很開心的 始終都是何澤耀 我們都說是 就是 不要計高東來啦 高東來是港人 但是不是華人啦 但是香港騎士 那自從高東來之後 怎麼都是何澤耀的啦 至於說誰好一點 那我想馬圈 暫時來說 都認為高東來好一點的 高東來好過何澤耀少少的 那就是我只是以前 不是現在的 今天是高東來 是吧 當然 是全盛世界的 高東來 好了 講回打比場 結果大家都很接近 就是說 三隻比較高分的PPG 包含三甲 充線 那美麗我滿意 很滿意 雖然跑去三 那就因為 我覺得他始終 身形根本 不是跑那麼長的 那你可以這樣說 兩部遊戲 跑得不是那麼長而已 但是 始終大家都不是 2000米馬啦 我覺得 永遠美麗 是將來 是一隻很好的 1800米馬來的 因為他大步均速 1600米馬來跑 Fresh都可以 2000米馬來的 怎樣捱都是長一點 因為他身形根本 不是中長圖馬 那他跑得很好 另外 因為莫亞太好了 智聖姐強 你也提供了 那也是跑第二 還要贏了他 那至於這個遊戲 跑到40倍 就是 其實是嚇怕了人的 就是純粹計算的 他應該是十人二十倍的 是吧 你說 加劍你不騎 那就換了八道 那八道 十四檔 都應該是二十幾倍的 但是因為四檔 大家當是 喂 不行了吧 可能又被他得了 所以 姚本輝也是 都是行的 都是好贏的 總之 三隻一起衝線 那哪一天贏 這些 當然有實力 但是都加少運氣了 那也是一場 挺好的賽事 不過可悲 可悲是93分 那麽有人打比 我揭回近這三幾年 每隻馬贏打比 都要一百零幾分 當然金粹和十罪稿 那麽是13 不要計那麽槍 其他全都要一百零幾分 那麽沒辦法 93分贏完 最新的評分 加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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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完C103 人家以前的馬贏 贏的時候是10分 所以證明了今年的水準 是 真是不一般的 是吧 如果這樣說 最高分都是馬老 99分 那你 記錄一定是 什麼的 不過問題是93分 我想 香港馬贏如果自己的高層 自己都不厭 面皮厚的話 都要出來承認 水準不高 是吧 93分 我們香港的 競賽水平 是四歲馬 基本上 你是二班中 是吧 香港二班中 那麽都要贏打比 那麽沒辦法了 香港馬 再說一次 我們過去十幾十年 躺在澳洲馬上 現在自食其果 再說 澳洲不但沒有好馬給你 我已經說了 二十幾年 三十年都說的了 但都沒有人批評我 那個觀念就是 澳洲馬 澳洲馬是沒有一里以上的長力的 那些所謂循然長途 跑了跑了 就互相 糖水滾糖 現在就贏了 所以我上兩集就跟你說 現在你紐西蘭 所以以前 在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基本上紐西蘭馬 是贏了澳洲的一級 賽事一里級以上 差不多贏了 九成了 不過現在紐西蘭馬的質素 沒有提高 澳洲那裡高了 所以紐西蘭馬在澳洲 現在又為什麼 但是我們所說的就是 根本 澳洲馬的血統所限 他們的肉馬配種 純粹以速度為主 九成的馬 跑了一千六米 之後就站在那裡 於是大家鬥 大家都站在那裡 十三隻馬 十四隻馬 大家都一起跑二千隻馬 所以 我已經說了三十年 香港很多馬主都不相信 因為香港 太多的麻煩 拿著澳洲馬來銷售給馬主 永遠都不說真實的說話 根本是 基本上我告訴你 大部分 七八成的澳洲馬是跑千二米馬 是跑千二米的 那沒什麼意思呢 所有馬都只是跑千二 連一里都不到 或者是一里以上更加站在那裡 那就沒辦法了 結論就是這樣 總之跑完之後 馬路就九個九分 馬路九個九分 馬路九個九分 有一個好處的 跑來四 就是說 平方圓加了氣泡 是十分的 去了103 永遠美麗也加了五分 去到九個九分 如果沒有馬路在那裡 譬如馬路輸很遠 他又不可以加那麼多 現在陣陣有詞 可以把馬路加多些分 如果馬路不是跑來四 跑去第六、第七 的話 平方圓都不敢加那麼多分 因為那個積是這樣的 大家都有個分 這個賽後的發亮了 一鋒風 強順正 你在那邊有沒有看 有看 有看 沒有補充 再加上俄羅氣泡 跑十四檔 沒有理由會這麼快 撒起來 頭千二米基本上是步行 整堆馬是步行的 所以奧龍氣泡 倒進去裡面 慢慢游上來 然後就這樣爆 最後那一段 其實也不需要有二千米的氣量 基本上他跑一千八 基本上大家當是一千六千八 這樣跑的場馬 再加上 在同日那一場 三百二千米 竟然他的時間 還比那一場 是萬一秒半 你可以看到這場馬 波爾多下去跑 就贏了 如果這樣搞不定 當然 波爾多下去跑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指標 我覺得跑出來 去到跑到這樣 他有四十幾倍 我都明白的 因為有時候去到這些位置 我最初都說 這場是控制了整場馬 其中一個重點來的 結果就是馬路在前面步行 你看到時速 我也知道 拍什麼都有可能的 如果你說自己最慘的智勝者強 就輸了我頭 我就比較慘 是啊 你說馬路 我們一早就說 因為馬 他很高分 他頭的兩輪都不需要跟他搏 他明天要搏 搏不搏都差不多 所以他儲了你們 跑這場 經典一理 他是最高分 他又不用搏 上了一場又不用搏 他這場 最後一局跟他搏搏 他欺負你們的馬 跑的里程少了 他跑了差不多二十場 不過再說 如果這隻馬 贏的話 更加諷刺香港賽馬 一隻跑了二十次 贏得四五次的馬 可以在香港打比 世界上不會有打比馬 頭馬是有這樣的職 打比頭馬一定是要 基本上 頭馬都比例起碼一半 就是說你跑六場 起碼要贏三場 那你才可以叫他贏打比 那如果你馬路 或者甚至我們 知足常樂 跑十幾二十場 水性率這麼低 都會贏香港打比的話 就更加諷刺 不過我們所說的 我想真的要教育一下 大家的香港馬迷 這麼好的馬是要計算取勝率的 要跑幾一場 才是好馬的 平均來說 你跑三場 贏一場 都嫌少的 你應該是 當然不需要馬王 馬王贏了九成 也不需要 但是一般的一級馬的定義 就是平均的趨勢 至少要四、五十% 才叫一級馬 對吧 所以香港打比 因為制度問題 已經不是真正一級賽事 不能夠叫做國際一級賽事 但實際上 大家知道是 谷溫的賽事 如果谷溫賽事 由取勝率很低的馬來贏 就很諷刺 幸好服務游戲拋也好 贏完之後 跑第十次 贏五場 也是好馬 永遠美麗 跑完這場 第六場 四分 兩個比 都是好馬 自勝者強 也是 趨勢率很高 一定要趨勢率高 才有機會 這次這麼說 高分買了前面 那些八十多分 那些全部 都沒得跑 分析過兩場 跑後跑 發洩 不中 我們不中 打入之後 有朋友中 但是很厲害 很有眼光 不過我再說 那三隻一起衝線 加少運氣 嗯 同意 好了 這集談到這麼多 短途是你的尾關 預告一下給大家聽 因為這集是重頭戲 這個星期六晚 是杜拜世界杯賽日 我們那一晚會員頻道 也有直播會出門 也應該會 有兩場 都會在免費頻道 都會提供的 另外 我們所知 朋友都過了杜拜 我們可能會在前週五 或者是禮拜六早上 都會有些節目去 他們做當地的 看到什麼資料 還有分析一下他們的見解 心碎 現在我們就是初步打算 抓住祖士 祖士先去卡塔爾 走個圈看夜晚 看完夜晚 接著去杜拜 我們會抓住他 會講講當地情況 然後我們希望再抓到 哥登 哥登 哥登更厲害 還有辦法去到杜拜 看跑馬 我們就集中講一下 日本馬 日本馬在這次的杜拜大賽的機會 還有順便說一下 預測一下高松宮 星期一 高松宮 香港馬會轉播一場 高松宮在星期日的賽事 我們希望再抓到哥登 再說這一場 好嗎 好 大致上節目的遇過 是這麼多 歡迎各位網友 繼續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還有給我們鼓勵的like 也歡迎成為我們的收財會員 成為收財會員的方法 可以看到我們 YouTube版的文字版 會有一條link 可以按進來 就可以成為收財會員的方法 所以會員可以收聽到 我們在海外賽事的 現場的提供 另外張先生 本地賽事 在看完沙圈之後的 即場提供 我們先聊到這裡 發生的